紧跟时代每天进步一点点 哈喽你好我是点点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期我们的话题是疫苗 新型冠状病毒到现在为止 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病毒 绝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 比较关心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特效药 对于那些已经感染了病毒的人 有没有特效药 把它们治好治愈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疫苗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感染 都还是安全的 但是没有疫苗 这个安全就非常脆弱 所以我们这期呢特别来讲讲 现在有哪些公司正在研究 新冠状病毒的疫苗 他们的进展怎么样 有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疫苗研究出来 首先给大家一个信息 在2020年的1月10日 中国科学家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成 发布到世界的数据网中 第二天美国的研究机构 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确定了 可以制造疫苗的遗传密码信息 你说这不就差不多了吗 还差得远呢 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现在一共有7个国家的18家公司 在加班加点的拼命研究 新冠病毒的疫苗 这7个国家包括美国 中国 英国 澳大利亚 还有加拿大 他们的目标是 我们争取要在18个月以内 把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究出来 你可能这时候要说 天哪 18个月 一年半呀 这也太慢了吧 这个怎么说呢 我听到以后心里也是一凉 但是我查了一下 一般来讲 疫苗的研发周期是5年 所以说他们说18个月 这已经是要吐血的速度了 以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为例 它是2014年开始研发 一直到2019年才被FDA批准上市 整整5年时间 真的不夸张 为什么会需要这么长时间呢 我们来逼得你想一想 首先新的疫苗 新的病毒 这些科学家都是需要一段时间去了解的 而且疫苗一旦上市 这可是大范围的注射 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 人命关天 它是不是有效 它是不是有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 哪怕这个比率低到了0.001% 那绝对数字也是了不得的 所以必须保证这个疫苗有效 而且安全 它才能够上市 一般疫苗的研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实验室研究 这个部分时间是从一两个月到一年 不一样 它这个长短是根据疫苗的种类而定的 疫苗有多少种呢 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 好我们再说第二个阶段 动物实验 实验室研究成功了 我们就可以用动物来试一下 这个疫苗是不是有效呢 这个阶段一般要花一年的时间 第三阶段 人体临床试验 这部分往往是最花费时间的一个阶段 而且它又细分为第一期临床 第二期临床 第三期临床 咱们要是这么看的话 说18个月研究出疫苗来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下面的时间 我们来介绍疫苗的四种类别 在每个种类下呢 我们介绍一家正在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司 以及他们的研发情况 疫苗种类 No.1 DNA疫苗 我们以前知道的疫苗呢 都是直接往人的身体里打病毒 这个病毒当然是有的是死了的病毒 有的是那种毒性已经减弱的 要不然我们就该生病了 对不对 但是DNA疫苗不一样 这个原理其实挺难解释的 我试试看啊 这次不直接打病毒了 而是把病毒的基因给它重新的摆弄一下 然后放在一个小船上 这个小船呢 叫做励质载体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通过注射 送到我们的身体里 我们身体呢 啪一翻译 给它翻译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像病毒 但是它不是病毒 但特别像病毒 所以呢 就能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攻击 这样我们就认识它了 就是这么工作的 对于冠状病毒 现在世界上最领先的DNA疫苗的研发公司 是美国的Innovial Pharmaceutical 简称INO 这个Innovial公司 现在正在和北京的一家 叫做Advacin Biotechnology公司 合作推动一款叫 INO4800的疫苗 这个INO4800疫苗呢 是现在最受关注 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款疫苗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在近期 Bill Gates通过一家基金会 给Innovial公司 捐赠了900万美元 鼓励它研发 柳雷刀上有一篇论文 表明了 这家Innovial公司呢 他们研发的莫斯冠状病毒的DNA疫苗 目前正在处于第一期的人体临床试验 效果良好 我们都知道 莫斯病毒和现在的新冠病毒 他们都是亲戚 他们都属于冠状病毒 是表姐妹 那么如果在莫斯病毒上的疫苗 表现效果良好的话 在新冠病毒呢 也是非常有希望的 疫苗种类No.2 M2NA疫苗 这个原理我就真搞不懂了 只能在网上抄下来 就这么给你读出来 通过在人体外合成 翻译抗原的M2NA 然后传递到人体内 由体内细胞 翻成抗原蛋白 现在 M2NA疫苗 这个最前沿的公司 是美国的Mordana公司 它第一批用于新冠病毒 临床试验的疫苗叫做M2NA1273 已于2月7日置被完成了 现在正在进行分析测试 通过以后将进行临床第一期 这些都是我从网上看到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它没有动物测试这一关 疫苗种类No.3 蛋白质疫苗 它的工作原理是 合成病毒的表面蛋白 好比让一个什么东西穿上病毒的衣服 或者模仿成病毒的形状 这样就使免疫系统认识病毒 虽然它不是病毒 但是它看着很像病毒 在这个领域里最领先的是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在澳大利亚 他们1月22号宣布 对于新冠病毒的疫苗 我们正在利用分子前技术 这我不太懂什么意思 分子前技术研究制作疫苗 疫苗种类No.4 也是最后一种病毒载体疫苗 工作原理 通过注射病毒的组成部分 形成一种安全的病毒表面蛋白 这种蛋白将吸附在宿主的细胞上 激发其免疫系统 在这个领域里 最领先的是美国的Johnson & Johnson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强生公司 这个公司成功的研制了伊博拉疫苗 所以这次也是非常被看好的 这期节目就先做到这儿吧 介绍了不少疫苗 有不少的名词 希望你不要烦 无论如何 我们希望这些疫苗尽快研制成功 尽快拯救全世界人民 祝他们成功 祝我们大家都平安 好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